过去几年来,美国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遭受网络攻击的消息不绝于耳。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,2月26号星期四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说,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。 现实是,在过去一段时间里,我们一直在遭遇持续不断,范围不断扩大的网络攻击。 我认为这种阴险的行为还会继续下去。 克拉珀说,虽然网络攻击来自世界各地,但是俄罗斯和中国的攻击能力和威胁更强更大。 虽然我不方便做出详细的说明,俄罗斯的网络威胁比我们之前的评估更加严重。 中国对美国公司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,依然是一项重大威胁。 尽管美国的私营机构对此做过详细的报告,执法部门毫不留情地宣布起诉有关人士,政府也严肃地做出过政治或外交努力。 一些议员质问政府,美国能一直利用自身强大的核打击力量,成功恶阻别国的核攻击,为什么不能以类似的方式阻止网络攻击? 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承认,美国的决策人还没有就如何恶阻网络攻击达成共识。 我们的确具有网络攻击能力,我们不方便在这里透露细节,但是我认为问题在于我们的政策,以及如何恶阻网络攻击。 在政策层面上,我们还在费劲地斟酌。 尽管受到多方不断地指责,中国政府一直否认发动过任何网络攻击,并反称自己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。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,华盛顿报道。